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411集 他们若是敢上前阻拦 哪怕是对方散逸出来的一道气息 就能轻易泯灭他们 但是关键时刻 神皇新子一咬牙 还是冲了上去 拦向了枯炸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秦晨死了 他也难逃一次 而他所能替秦晨阻拦的只有那么一丝 说不定秦晨就能抵挡住了也不一定 可当他刚靠近枯炸的时候 那枯炸上的可怕气息 就已经将他震飞了出去 以他修为 甚至是连接近的枯炸 替秦晨抵挡一下都做不到 这小子死定了 见到秦晨头顶上 有末老的事件杯拍下 背后又有枯炸翁突然的袭上 所有人都认为秦晨这次是死定了 碰的一声 就在瞬间 事件杯拍了下来 而枯炸翁的枯炸 也刺散了秦晨的背心 这让枯炸翁在心里也是为之狂喜 所有人都认为这一下秦晨死定了 神皇仙子几个人被吓得是脸色发白 差一点就昏了过去 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是寂静无比 当所有人都看清眼前这一幕的时候 都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时只见秦晨一只手抱着神皇仙子 一只手竟然是轻而易举地接下了事件杯 沉重无比的事件杯被秦晨轻松地扣住 而这枯炸翁的枯炸却是刺在了他的身上 天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喂 你这枯炸豆腐做的吗 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秦晨回头 看了一眼枯炸翁 笑着说道 本是狂喜的枯炸翁 顿时被秦晨吓得是魂飞魄散 在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他的枯炸 根本就没有刺到秦晨的身体 在距离秦晨身体分毫的时候 竟然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拦住了他 根本是无法寸进分毫 怎么可能啊 这一刻 枯炸翁终于是体验到了 之前只有莫老才能体验到的经过 而另外一遍 莫老也是惊得呆着住 他竭尽全力的事件碑的一击 竟然还是被秦晨给抵挡住 这可是黑暗老祖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名气 他燃烧自身才能催动的宝器 竟然会被对方如此轻易地扣住 这个宝器倒是有点意思啊 秦晨一只手托着事件碑 一边轻笑着说道 只是 没人能够看到秦晨眼底所蕴含着的含义 因为秦晨从这事件碑之中 感受到了人族的鲜血 无数人族被镇压的残念 这事件碑的确是黑暗一族远古某个强者的黑暗宝器 而对方利用着黑暗宝器 斩杀了不少人族的高手 以至于亿万年过去 其中人族强者的意念依旧不散 甚至化为了怨念 这让秦晨心中冰冷 冷冷地看向了酷索翁 此时此刻 酷索翁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尊鸿荒巨兽盯住了一半 从灵魂深处感受出来了无尽的经济 该死 酷索翁内心恐惧 早已经被吓得是魂飞魄散 转身就想逃走 想走 秦晨冷笑 在这个时候 秦晨拖住了士剑碑的右手猛然地发动 翁的一声 竟然是硬生生地把莫老的士剑碑给夺了过来 如同是抡起了一块门板一般 狠狠地抽向了欲要逃走的酷索翁 砰的一声 酷索翁就像是一只苍蝇一样 被巨大的士剑碑狠狠地拍中 鲜血染红大地 酷索翁整个人被拍进了地上 士剑碑归来 莫老惊怒出声 不断地燃烧自身 催动黑暗气息 欲召回自己的士剑碑 但是 秦晨手中的士剑碑仅仅是颤动了一下 紧接着秦晨体内的一道特殊的气息 暴拥而住 轰的一声 直接就是撕碎了莫老和士剑碑之间的联系 不可能 莫老被吓得魂都快飞出来了 士剑碑可是他的本命宝器 他已经用精血给裂化了 用生命滋养 外人根本不可能夺走他 否则他也不可能以现在的修为就能催动士剑碑了 可是现在呢 他的士剑碑竟然是被对方一下子给夺走了 难道眼前之人的修为竟然比他还要可怕上好几个境界不成 这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你的底牌啊 太让我失望了 秦臣风轻云淡地看了莫老一眼 似乎很是失望莫老的恭敬 既然你们的底牌都使出来了 那就轮到本少出手了 秦臣倾笑 神色淡然 就看到他将手中的士剑碑抬起 朝着的莫老就是狠狠扇了过去 轰地上 秦臣仅仅是随意这么一扇 但是士剑碑砸出去之时 天地震动 大道都为之轰鸣 通天风上冲起了无数的刀子 那气息仿佛是要将整个黑暗足地都给轰爆一般 太过了不得 这一刻 黑暗足地之中 一道道可怕的法则涌动 笼罩住了通天风 这是黑暗足地的自行守护能力 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此地的环境 但是 这士剑碑中的力量 依旧是极其恐怖 一杯砸来 墨老感受到了天崩地裂的力量 这一记士剑碑的力量 绝对是可以压他大地 比这之前士剑碑在他的手中 燃烧生命爆发出来的力量 还要强了许多倍 秦臣一记士剑碑闪来 就像是亿万颗黑暗星辰镇压而下 可以镇压死魔神一样 把墨老吓得魂都飞了起来 墨老狂吼了一声 身体之中陡然出现了 无数的兵器 这些兵器各个级别的都有 是他最后的宝物 在生死面前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一口气 祭出了自己全部宝器 试图能够抵挡住秦臣的攻击 守护住自己 就听到 砰的一声巨响 九天之上的黑暗星辰都围着摇眼 这一击之下 似乎连天道都随着震动 事件碑的一击之下 崩碎了墨老所有的宝物 如此可怕的威力的事件碑 摧毁了一切 墨老哪怕是催动了自身全部的宝器 也根本就是挡不下这一击 轰的一声 墨老整个人都被震飞了 狂喷了一口鲜血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他的脸色为之煞白 这一击之下 若不是有这么多的宝物提供防护 只怕是他已经被拍成了血雾了 墨老此时魂飞魄散 心惊肉跳 他明白惹上高手了 他不敢多想 转身就逃 远远的逃离这里 墨老刚逃走 秦臣右手瞬间一抬 墨老只感觉前方的虚空陡然凝固起来 砰的一声 他重重的撞在了虚空之中 瞬间就是晕头转向 再度重重的摔倒在地 想跑 问过本少了吗 秦臣淡淡说道 你刚才不是想杀我吗 你的威风呢 哪儿去了 秦臣慢调死理的说道 只是声音很冷 好像死神在降临 墨老脸色煞白 急声大叫道 这位朋友 你听我说呀 然而 秦臣根本就懒得听他啰嗦 手中的事件碑直接再度拍了出来 巨大的事件碑化作了一道流光狠狠落下 墨老脸色煞白 转身就逃 他不惜燃烧自己的生命 以加快速度逃走 但是 他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上秦臣的出手 太子殿下 救我 墨老对着远处的麒麟太子 惊恐喊道 啪的一声 然而 他的话只说出了一半 事件碑就已经狠狠地拍在了他的身上 墨老的下场比那枯走翁还惨 如此恐怖的事件碑结结实实地轰在了他的身上 直接将它给拍成了血雾 连尸骨都没留下 嗡的一声 事件碑之中一股莫名的力量涌动着 同时将墨老的灵魂直接吞噬 化为了厉鬼消散 这一幕让所有的人看得是脸色发白呀 几乎场上的所有人都是神色惊恐 论实力 在场几乎九成以上的天骄高手 实力都没有枯走翁和墨老枪 而今连枯走翁与墨老都落得如此下场 秦晨的凶悍可想而知 至于剩下的一些势力和墨老同在等级的高手 虽然他们的实力不弱于墨老 甚至有的还要在墨老之上 但是要知道 以墨老的势力在秦晨的手中 简直如同蝼蚁一般 一下子就被灭杀了 他们即便是比墨老强也是强的有限 又如何会是秦晨的对手 这群人无不是吓得是抽了一口冷气 背脊都不由地为之乏寒 眼前这个家伙也太凶悍了一点 拍死墨老跟拍死个苍蝇一样 这是何等的凶残 他究竟什么来头 是出自于某个至尊神国盖世大宗吗 还是说来自于黑玉大陆某个圣地的 有人不由自主地颤抖说道 如此年轻实力却有这般凶悍的顶级天骄 在这黑玉大陆应该不是积极无名之辈才是 时间过 jemand来给你 bend respons examples 息敌的痛恍 确定mbre